小阿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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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Sylvia 最近是我跟我家小阿鲁的兩週年紀念 今天我決定不要上班了 我要帶他去放風 老闆 什麼都沒聽到 但是我家小阿鲁跟我說 每天都看到我他覺得有點無趣 好吧 身為專業的車奴 我只好為他找一位神秘嘉賓 今天來陪我們一起過我們的週年 不過我們的嘉賓現在好像還沒有來 所以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我的小夥伴 GSX-R150的外觀 這台2017年引進的輕檔車呢 一引進就受到大歡迎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 首先你從它的外觀來看 很明顯你就會看到它是一台小仿賽 但是這個仿賽呢 不是隨便亂說 看到這邊分離把這邊 它的分離把呢 在三角台的位置的下面一點點 或者你說差不多這樣子 那這個設定是蠻難能可貴的 因為這是一個真的蠻仿賽車的設定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車頭的部分 它的車燈旁邊這邊有做一個延伸的設計 這樣可以讓它的車頭用簡單俐落的線條 創造出更動感的樣子 那它的車側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這個 類似廠隊的這種彩繪車貼 這邊也有他們車系的一個試灰 那現在新的版本呢 已經換上他們經年度的廠隊的設計 但我個人是還是比較喜歡這個 剛推出來這個版本的彩貼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它的儀表板 它搭載了全液晶儀表板 那打開之後可以看到 它的資訊非常的齊全 有包含轉速、油量、檔顯、里程、時間、時速都有 我覺得它是一個蠻齊全的儀表板 然後再來看到我剛剛操作的這個Keyless Keyless呢這個配置 以往是在比較高階的車款上才會有的 那甚至說是汽車 但是它現在將這個配備下放到 這樣入門的一台輕檔車上 我覺得是非常的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車尾的部分 車尾的部分呢 它採用了這樣子一個簡單造型 但是卻很有辨識度的尾燈 然後以及分離式的方向燈 大家一定想說我講了這麼多來賓呢 對我們剛剛收到消息 來賓到了 我現在要去接它 想看它嗎 跟我走 我來看看 我的來賓呢 我的來賓呢 歡迎我們的電撻少女的莫娜 嗨大家好我是電撻少女的莫娜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幹嘛嗎 我知道欸 我們要幹嘛 我跟你說我今天要帶你去一家下午茶 下午茶嗎 天下好像白吃白喝午餐 沒有這件事情 要不是我今天要慶祝跟我家小阿盧的兩週年 下車兩週年剛剛為什麼是 我就是想邀請你 因為他說他覺得我很無聊 就是要邀請你 我跟你講你要看你了不了解他 我現在要對他考試 對沒錯 我現在要對他考試 我跟你講你如果 你如果 不了解他的話 就不帶你去 天啊 現在我拿到我們的考題了 哈哈 今天考題 對 來賓隨機從抽籤箱中 抽出十個考題 沒錯 回答要超過十五分喔 超過十五分就可以得到獎勵 那考題分為 他的基本題 實作題 還有來賓的加分題 好 然後每一題配分不一樣 有兩分四分跟六分 好 六分應該超難的 有點難有點難 可以啦 好好 準備好嗎 我抽 哇賽欸 你抽到六分欸 請發動什麼 沒錯 請發動 我跟你講 他要死在這裡 我要發動他走 對 但我跟你講你不要按到這一顆喔 到時候把我的 把我的車子鎖起來 我們就全聚中了 不要按到這一顆 對不要按到這一顆 但是你發動他 發動他 對 看一下 有有有 欸欸欸成功了成功 六分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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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一抽就抽到六分欸 好恐怖喔 這個是幾分 兩分兩分兩分 欸你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看他少女 Feed過的網紅 不包含哪一位 孫生吧 欸很厲害欸真的 所以跟千千號號都有合作過 對沒錯沒錯孫生 兩分兩分 孫生歡迎讓我們頻道玩喔 真的真的趕快 夭壽一下 我希望可以直接敲過 蛤太難了吧 哈哈哈哈 小阿魯的車重最接近哪一個數字 你跨上去應該會應該會比較輕 等一下等一下 他會倒嗎 他不會他不會 你把它立起來看看 我幫你一下 可以 他其實沒有很重 然後你看一下你手上的選項 那我猜130 沒錯 真的假的 這也可以猜中 真的 我跟妳講他只有136公斤 136 好啊 我要讓他下來 好你下來 有東西嗎 有 他好恐怖喔 喂他很輕 這個是什麼 小阿魯不具備以下哪一個配備 定速巡航系統 LED大燈 全液晶儀表版 Keyless免鑰匙系統 跟你說 妳剛剛已經有操作過了 我有用過那個免鑰匙 對那妳看 它的儀表 不像是液晶的吧 真的嗎 不是嗎 妳要不要仔細想一下 它是不是液晶的 欸妳真的已經會打開了耶 各位觀眾 它已經會打開了 我當然要直接整台牽走 喔先不要吧 我覺得是 然後定速巡航系統就是 通常會搭載在車子啊 或者是比較高階的車款上 有Ena 但是一定有的吧 欸 對啊 像這種現在新世代的車 基本上應該是都會有 它 定速巡航系統 沒錯 我跟妳講 天啊 我就跟妳講很簡單對不對 對那三簡題耶 欸 製作人 妳是不是塞錢給製作單位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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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 妳還是要 妳還是要把它回答完 要抽完 這個 請問小阿魯是哪一個品牌的產品 我剛有看到有Suzuki對不對 欸 好聰明喔 很厲害 我剛才就是在巡查的時候有看到她 厲害厲害厲害 果然是聰明的莫娜 沒錯沒錯 欸怎麼辦啊 對啊 但妳已經超過 妳到底是 對啊 妳等下請我吃那種上千塊的像 我的天啊 這個要求製作單位是要我的命 欸 這個 這個我可能就不太難了 小阿魯的售價是 憑妳的直覺猜一個 妳剛剛說很便宜吧 可是我覺得妳應該蠻有錢的 我很有錢 妳的便宜 十至十五萬嗎 對 真的假的 對 我要沒錢了 我要沒錢了 十至十五萬欸 我今天等一下回去衣服怎麼都賣掉了 所以她正確售價是多少 十二點 十二點吧 十二點多 差不多十三萬 我覺得我好會猜喔 妳真的 妳真的太會猜 我要瘋了 我真的覺得我蠻厲害的 欸我真是 這沒有say喔 我完全不知道她到底講的 對我真的沒有跟她說題目 終於要最後一題了 我快可以走了 嘿 最近有一位 我好笑 那個最後一題 這個太誇張了 那個 最近有一位電塔笑女 開個新節目她是誰 誰啊 是誰啊 誰卡 最近呢有一位電塔笑女 她叫做莫娜 她開那個新的節目叫做 那裡有座名人山 是專訪科技名人的打擊來收看喔 這一定有塞錢 妳是不是跟他們say好有什麼 怎麼樣 心甘情 心甘情 心甫口福吧 心甫口福 可以我們可以 去喝下午茶我喝吧 抱歉 你要上這台車嗎 坐坐坐台 我跟你講就是要坐這裡 可是 她的車比我的腰還高耶 呵呵真的耶 認真嗎?我真的要上去嗎? 對 可是 什麼意思? 不是 我要從左邊還從右邊啦 想辦法上來 等一下 你都自己想辦法上來 好難喔 等一下等一下 給你拿 先給你拿 好 等一下喔 欸 等一下很恐怖欸 等一下喔 我會 你會倒嗎 會喔 你會倒嗎 不會啦 相信我 你先Google一下 要這樣 好好好 我等你三分鐘 我等你三分鐘 你站到這邊好了 我站到這邊 對 然後你的 左腳先踩在這個上面 左腳踩在這個 對 然後整個人跨上來 你會倒吧 不會 我相信你很瘦 不要 比較會上 好 你不要倒喔 好 真的假的啦 好 我要倒喔 好 好 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在我身上 你為什麼坐在我身上 我要幹嘛 我現在幹嘛 你坐在哪裡 我坐在這裡 是嗎 你坐好 我有坐對嗎 有 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好 好可怕 好 我們要出花了 好 但你先講一下 你坐上來的感受如何 我剛剛有點就是要 負死的感覺 我怕你會跌倒 你一跌倒 我們就會一起倒 對 我們就會再跌倒 我們就會一起受傷 我們就很浪漫 他其實不算動機 對 但是他就是做一個那種 很像動機的服務 對 我是有點想下車啦 先不要啦 我們不太運動好不好 我覺得還蠻高的 我有點懼高症 好可怕 你相信我 好哈 可是我們今天這樣就好了 好 我們我們結束 結束在全聚中 我們今天這樣就好了 好好好 那我們現在要出發了 欸 我的手要放哪裡啊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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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 你可以 胡油箱 胡油箱 好 好 油箱是那個嗎 油箱是那個 好 你再這樣 柯德 你這樣子 跳遠還要爬 好 那我們要出發囉 好 這樣嗎 我又沒有走這樣 好可怕 你要走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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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今天坐起來 整體坐起來的感受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這台車應該是不適合載人啊 欸就是從那個河冰起來這邊 短短十分鐘 但我屁股都超級痛 超級超級痛 完全可以理解 對啊 它就是跟那個 我原本以為跟坐一般摩托車一樣 有沒有超痛的 然後就全身力氣都很硬欸 就腳踩在那個 上面 腿也是要很硬 然後手 不知道 握前面的那個 那叫什麼 胡油箱 對 胡油箱 我的手怎麼都是硬的 很像那個伏地挺痠 真的 所以現在就是 肩膀很痠 腳很痠 什麼都很痠 對 有一點 我覺得 這比爬山累嗎 是也沒有 但我覺得他 平常我可能不會想秀這種最 那萬一你男朋友是騎的 我會跟他交往嗎 不行欸 我會跟他交往 但我就會說 我們兩個出門 拜託不要騎重子 就是你一定要別的車 沒錯沒錯 或者是我們可以搭捷運 重機先不要 那我說一下我騎起來的感覺 這台車呢 雖然說很不適合載人 沒錯 但是騎起來其實是還滿爽的 他有一點那種就是以前我們說的二行程的意思 就是衝出去高轉的時候衝出去很快 雖然低轉的表現比較普通一點 他的前輪也是配比較細的這種 他可以讓他的轉向啊 過完前導都可以有更快速的表現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就是 你今天想要自己騎很OK 啊載人的話 先問一下你的後座 那如果 不然會家庭革命好不好 對 而且他很吸睛欸 我們剛才騎在路邊的時候 然後就有兩個男生 就是感覺蠻帥的男生 他要對我們別的讚 這個獎勵滿意嗎 非常可以 可以啊 最快樂的時刻 有苦味到我心裡 今天辛苦莫娜了 今天度過了快樂的一天 可能是吧 有啦有快樂 有快樂但就辛苦了一點 那你之後還會想搭嗎 我考慮一下 之後有這個企劃就先不要找你這樣 有機會還是可以再嘗試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為止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女士車流Sylvia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記得訂閱按讚 也要記得訂閱按讚小鈴鐺 還有新的節目 鎖定那裡有多名人參 掰掰 其實買了他兩年以來 我覺得我不會後悔 因為他就是一台便宜好養 然後沒什麼負擔的funk car 對女生來說 我騎上來也不會有壓力 雖然可能會想要換動力大一點的車子 但是想到他的停車問題 或者說他的一些要養的成本 就會開始猶豫 剛好我現在也都比較常在市區騎 就覺得沒有關係 我就先騎他 慢慢存錢 這樣就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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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